在开始前,先来玩个小游戏 众鸟高飞进,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宴,只有静庭山 大家知道是出自哪个景点吗? 这首诗其实是来自李白的《独座静庭山》 描写的就是安徽宣称的《静庭山》 也是李白的一首赞美静庭山景色的诗 来吧地理,听八哥讲地理 那今天我们说的就是安徽 有人说安徽是浓缩的中国,这是为什么呢? 在不久前,安徽上了热搜 自2022年起,取消少数民族高考加分 这一政策出来,有不少人觉得赞同 表示公平公正,也不知道大家对此事有何看法呢? 说到这儿,我们就不往下延伸了 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 安徽这地界,说夸张点,就是浓缩版的中国 有吃面的,有吃米的,有吃甜的,有吃辣的 除了少见的扎西德勒,其他族在安徽都有扎根 就连历史上消失了的党项人、契丹人都在安徽祠堂的家谱上明确记载 翻开中国的地图,看到长江,看到黄河 江淮这片广澳的土地就是安徽 从历史上看,安徽建省比较晚,有两条大河跨过 南北民风不一,所以安徽的南北渊源就有点间隙 各地喜好不一 我们先来看看安徽的地理位置 安徽跟众多省份接壤,差异文化特别大 安徽东连江苏,西接湖北,东南接浙江,北靠山东,南临江西 面积约为14万平方千米 2019年常住人口6365万人,也是全国人口大盛之一 安徽省简单来说分为万北、万中和万南 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南是万南,长江以北是万北 万中即安徽省淮河以南,大别山朝湖以北 所以文化饮食等方面的差异还是很大的 有句话这样说,千万别跟安徽人讨论南北 安徽到底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呢 南北大战常常是互联网常胜不衰的议题 江苏省觉得安徽是北方,左边的河南认为安徽是南方 头上的山东觉得安徽好像是南方 但他们有吃面似的,也有点像北方 可能安徽人自己也困惑到底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 虽然没办法明确南北,但换个角度看 安徽一个省却能兼具了南北的特色和优势 何尝不是一件美滋滋的事情 不过万南万北确实也是国内文化经济差异最大的了 还有江苏和甘肃也与安徽相似 比如安徽统领,可以说就浓缩着各种文化冲突融合的影子 方言上无语槐话,饮食上清甜贪咸 和和非人一样炸园子,炖老母鸡 很多父母不光会炒菜吃米饭 包起饺子,敢提面条也是好能手 吃得惯糖醋排骨,也会奇怪南京的汤包怎么会放糖 从历史上看,万北万南也差距大 万北地区地处淮河流域,年年旱老灾害不断 农村人口多,土地少 导致该地区难以发展历史上的经济重镇 万南有着中国东西县第一号的大动脉长江 条件十分优越 在古代陆路交通极为不便的时候 水运也是商贸的首选 生活压力相比万北小得多 相对比较安逸 再来看语言上 安徽是没有安徽话这一说 因为南北跨度巨大 所以各地风俗语言都各不相同 有中原官话,江淮官话,吴语,灰语等 对此,有网友指出 如果听着像普通话的 那应该来自万北,比如釜阳的 如果似乎能听懂一点 那应该来自万中,比如何飞等地 如果一点都听不懂 那肯定是来自万南了 比如黄山等地 万北人性格较为豪放 说话大大咧咧 万南人比较内敛含蓄 说到语言 我们就不得不说下文化了 安徽还诞生了胡适 杨振宁,邓驾仙这样的学霸大师 也有霸道总裁曹氏父子 乞丐皇帝朱元璋这样的英雄豪杰 我们再聊聊经济 安徽地理位置不东不西 地跨南北 它的发展为何一直不温不火 大家知道吗 安徽和江苏本来是一个省 那是在清朝以前 江南省顺治地时期 为了平衡经济加强管理 决定分开治理 一个庞大的江南省一分为二 拆分为江南右与江南左 也就是如今的江苏省和安徽省 不过如今发展却存在较大的差异 如果当时江南省不进行划分 情况会不会不一样了呢 九十年代 配合浦东开发开放的新形势 安徽大力推动万江地区发展 尤其是五湖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 五湖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 无法带动全省 后来安徽还一度提出振兴万北的口号 也是无疾而终 安徽应该主打哪里 核心增长级应该是哪个 这个问题困扰了安徽很多年 再一个就是政策上的倾斜和照顾不够 改革开放后 国家实行东部沿海开放政策 安徽地处中部 再一次措施发展机遇 很长时间内 安徽都是国内交通建设落后地区 在高铁建设之前 仅有金户铁路 金九铁路 淮南铁路等少数铁路 设计等级低 其中金九铁路 金户铁路分别过境省与东北 西北 无法覆盖连接全省 带动作用有限 同时缺少东西向铁路干线 尤其省会合肥 铁路交通必测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资源流失外省 合肥 五湖 蹦步 安庆 四个城市正当安徽经济龙头 却都是同一起跑线 难以负重 安徽的人口流失 可以说是中国最严重的一个省份 大多数人都跑去给隔壁邻居贡献GDP去了 有一个数据统计 说是近十年 安徽流失人口近千万 流失了962万人 排名第一位 作为安徽的龙头 省会在全国净流入人口中排不上前十 走了那么多人 你说咋发展呢 要说安徽这几年的发展其实是在慢慢进步的 当然了比不上旁边的邻居江苏和浙江 作为省会的合肥发展还是十分迅速的 但是离自己最近的省会城市南京相比差距还是明显 2019年合肥的GDP为9000多亿元 而南京则达到了1.4万多亿元 不过好几年前安徽纳入长三角的范围之内 加入了江浙户包邮区 江浙户发展迅速成为全国发展最快的区域之一 而安徽距离长三角一步之遥 安徽还是有发展潜力的 合肥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家电生产基地 美龄是本土家电品牌中的佼佼者 年产量超过千万台 再看五湖 在拥有奇瑞的五湖 汽车及零部件一直是支柱产业之一 机器人也成为了五湖大力推广的新兴产业 马钢是安徽省内最大的工业企业 具备2000万吨钢配套生产规模 家电 汽车 机器人及智能装备等标准的制造业 为安徽带来的产业急剧效应也十分明显 缩小与江浙户之间的差距